热和热的烧热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 最近天气很热 三十几度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简易的烧鼠汤水 排骨菜脯冬瓜汤 排骨 选一些不太胖的 菜脯买了5元,可以分两次 一块冬瓜和一块姜 冬瓜切皮 切粒 这个囊就不要了 冬瓜切粒 冬瓜切粒 准备姜片 菜脯洗净,然后切粒 排骨洗净 然后就烧滚水,搅拌一搅 搅拌血水,肥油和肉的酥味 好,现在可以捞起了 好了,现在先放些油 把姜片爆香 把排骨放进去 现在放些排骨 好了,炒一下排骨就可以加水 现在盖上盖,煮滚它 煮滚了之后就煮20分钟 好,就可以了 好,现在就煮了20分钟 加上冬瓜 和菜脯 煮滚后,煮淋冬瓜就可以了 现在是白色的 煮至半透明的状态就可以了 大约这个过程就需要10分钟 现在就煮了大约10分钟 冬瓜都透明了 冬瓜就淋不淋 这个汤就煮好了 你见过是没有加什么调味的 可以试一下 因为菜脯是咸的 有些朋友现在 都比较喜欢健康的饮食 不喜欢吃太咸的 试一下够不够味 可以加少许盐和糖 去调味 现在就加少许糖 加少许盐就可以了 这个汤也有瓜 有汤 有肉 那是夏天一个 比较烧薯的汤水 来的 如果有些朋友 不喜欢给肉的 就这样用 菜脯 滚冬瓜 都可以的 或者有些肉片 都可以的 没问题的 似乎大家 各位朋友 自己的喜好 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排骨菜脯冬瓜汤 希望大家喜欢 多谢 谢谢大家